美国已故总统老布什的国葬仪式 将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举行 而在国葬举行前的最后一晚 大批政商 娱乐和体育界人士 都赶在最后一刻前往国会山庄 向老布什送上最后的敬意 而老布什的儿子 同时也是美国前总统的小布什 则是在现场代表家属 向所有前来致哀的民众表达感谢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的灵鹫 就停放在国会山庄 供各界瞻仰致敬 他的儿子小布什协同妻子一同现身 手扶着棺木向已故父亲致敬 除了小布什之外 老布什的另一个儿子 杰布布什和两名孙女也都到场 小布什和夫人看起来神情轻松 还和前来致敬的各界人士握手寒暄 小布什还一度抱起一名小孩 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兰妮 也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下午 从白宫转往附近的布莱尔大厦 准备出席星期三举行的国葬仪式 小布什和妻子未表慎重 还特别站在大厦外迎接 双方随后一起进入大厦举行私人会谈 在这同时 美国各界人士也把握最后时间 前来向已故的老布什总统献上最后敬意 其中就包括老布什的职儿 也就是全美国知名的电视名人比利布什 美国政界人士以及足球高尔夫球等体坛界名人 美国政府早前已经宣布 当地时间五号将为老布什举行国葬 当天全美国将放假一天 到时各国领袖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 前总统奥巴马 克林顿 以及现任总统特朗普都将出席这场国葬仪式 但按照计划 特朗普不会发表到辞 NTV7综合报道